今天我們再次來這裡 和大家一起參拜 來祈求我們的媽祖 可以保備我們的國家平安 大家也順利 阿嬤在這裡要來享受 我們的媽祖祈禱 禁忍 每一年禁忍的時候 都是我們臺灣很重要的外交 有很多民眾都特別親家 要來做媽祖的婚禱家 來拜媽祖做婚禱 祈求平安 雖然在正鄉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失去生命的人 但是大家都是很熱心的 到三天做婚禱 完成我們政府的外交 這代表我們對媽祖信用的堅定 還有我們臺灣人的團結 順利的支持 這也是每次我們可以 躲過困難 最重要的原因 我知道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也會有比較開心 有比較緊張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次的婚禱有99.7% 是慶祝 還是不正好 所以我們的家庭好好照顧 就能好好照顧 我要請大家要注意 但是不用緊張 而且全世界的經驗 我們來看 這次的疫情 都是在確診數提高之後 會慢慢恢復正常 現在的臺灣 就是在在這關鍵的時刻 所以在這裡 我要拜託大家 除了要去注疫苗 注三個 我們的防疫也要繼續做得好 保護自己 也保護青藍 我們的便利 我知道這次 我們的緊張活動 也有規定每天都要煮麻煮三個 所以我們這次 做婚禱做得很自然 我在這裡也要拜託各位鄉親 在進休的時候 在落度的時候 我們的水安要掛掉 我們的衛生習慣 也一定要做得好 我相信 只要我們繼續團結 繼續做會 一定可以做過疫情的條件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鄉幸雄 和我們三民 媽祖公的管理委員會 配合政府風力的政策 我們辦政府的活動 都有順受我們的風力的規定 我也要預祝 我們這次的健康完美 順利成功 我們各位鄉親身體健康 大家平安 謝謝大家 謝謝